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单一礼书 神的儿女在主里面我们才有真实的盼望 我们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希望 这个希望这个平安这个盼望在神的国度里面 而神的国度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是物质和灵的成分都有 今天在地上的时候 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面主要的基本的是属灵的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昨天有看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们是神所造的 但是我们的受造跟亚当夏娃的受造相当的不一样 亚当夏娃的受造 神没有借着任何人间的父母 就是神特别的一个创造 我们被上帝创造 是借着父母 借着科学家可以用生理的方式来探讨的 我们的成长 包括我们每天卸拜 也是神供应的 但是我们被神供应我们的饮食 不信主的人是看不到的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也帮各位解答一个问题了 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出去吃午饭 一起到一个快餐店吃午饭 各人各点了一块鸡腿 然后你就低头泄饭 你就说 主啊 感谢你赐我饮食 那么你的同事就说 老臣啊 我也有陪你一起到教会里 查经过 我也知道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 我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故事 我知道上帝给他们马拿吃 现在你说感谢主赐给我饮食 感谢主赐给我这个鸡 是 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鸡从哪里来的 如果在我们台湾 这只鸡 这个鸡腿 应该是拜妈祖的人养的 因为台湾90%以上人拜妈祖 这个鸡并不是基督徒养的 这个鸡也不是上帝养的 这个鸡是不认识上帝的 拜妈祖的农夫他养的 这个鸡也不是基督徒宰的 这个鸡也不是基督徒烧的 烧鸡的 宰鸡的 通通都是不信耶稣的人 这个饮食送到我们面前 我们有的吃 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薪水 我们的公司并不是基督徒开办的 我们的公司老板是无神论 员工多半也是无神论 信耶稣的只有你 从头到尾 这个饮食通通是非基督徒供应的 你怎么能说 主啊 感谢你赐我饮食 我们怎么回答呢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有一个小朋友在教会里信了耶稣 然后老师教他说 以后吃饭要卸饭 感谢天父 因为神赐给你饮食 于是这个孩子就很乖的 回到家里面 第一次泄饭 低下头来 爸爸妈妈在旁边 耶稣谢谢你赐给我饮食 爸爸听了就啪一个耳光 这饮食是什么 你的耶稣给你的 是你老爸老妈辛苦工作 烧饭给你吃的 各位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上帝像像玛拿一样 给你这些东西 你怎么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 你怎么跟小朋友讲说 这是上帝赐给你的 明明是爸爸妈妈烧的赚钱买来的 各位我们当然不一定要花这个力气去跟人讲吧 当父亲给儿子一个耳光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教儿子要怎么样回答 可能怎么回答的父亲都会生气 但是你需要有个认识 或许你也需要让你的孩子知道 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爸爸 我谢谢你工作赚钱给我吃 我感谢妈妈为我烧这块鸡 我谢谢你们 不过 你们能够有机会工作 有力气工作 愿意工作 愿意爱我 这都是上帝做的事 所以我感谢上帝 上帝借着你们来养我 当然我再次说 我们不一定要去讲这样的话 爸爸妈妈生起你 怎么讲他都活的 但是你得有这个认识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得看到 在肉眼看到的一切真实事情的后面 有上帝的手 每一件事都是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这个饭的确我们承认 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的确说 从这个饭或者这块鸡 所有的呈现到我们面前的过程 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步骤 你都没有看到上帝在做事 你没有看到上帝直接在做事 但是你要有信心 因为圣经这样讲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当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 他们会开始想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也需要去想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两个国度里的 我们活在世界的国度 我们也活在基督的国度 在世界的国度里面 我们丝毫没有意思说 这个世界上帝不再掌管 我也愿意很诚实的 希望不会冒犯人的说 任何一个邪恶残暴 不好的政权 认不认识上帝的政权 或者任何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 包括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 都不是偶然 都有上帝的旨意 都是上帝让他这样做 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 千千万万 意义照照的事 我们不去分析 为什么这根头发会掉 而不是旁边那根掉下来 我们不去分析 我们相信 神在这些事上 都有他的掌管 因为 没有一件事不出于神 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45章第五节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你虽然不认识我 我也必给你束邀 耶和华 对人讲话 对你讲话 那个你是古列王 根本不认识上帝 古列王后来下招 见耶路撒冷 古列王根本不认识上帝 但神感动 他的心做这个事情 就如同西律 根本不认识上帝 但是神也感动 他做了一个 建了一个大的殿 很漂亮的殿 那个殿的意义 是什么不重要 但是也都在神的手里 你可以不认识上帝 你可能不认识上帝 上帝不会不认识你 这都在他的旨意中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基督徒 注意这句话 我照光又照暗 我施平安又降灾祸 我们不会说 上帝降平安 魔鬼施灾祸 灾祸平安都出自神 神可能借着魔鬼 借着撒旦 降下灾害 如同约伯记所讲的 这是真的 但是 撒旦魔鬼和撒旦魔鬼的阵营 我也劝各位有个态度 他们是小角色 我们对鬼啊 对魔啊 这些东西 不必太看重 不必完全忽略 我们相信有鬼 我们相信有魔 因为圣经上有讲 我们也相信鬼和魔 对我们的勾引干扰 欺负很厉害 因为圣经有讲 我们也有这个体会 但是不要把魔鬼看得太重 不要把魔鬼看得太重 就是我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情形 在我们台湾 哇 这个世界真是魔鬼的世界 我听到灵恩派弟兄姐妹说 当他们坐飞机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越接近台湾 就越看到台湾的岛上面 有一股黑云笼罩 在黑暗的势力之下 所以我们台湾有那么多的问题 困难都是因为我们被魔鬼 挟制 然后你也看到很多 灵恩派的弟兄姐妹 到这个家 凶宅 这个家以前有人吊死 这个家以前这位置 放着妈祖观音 所以需要做洁净的工作 圣经里并没有很清楚 给我们这样的教训 但是说我们为这个房子祷告 希望有平安 未必是不可以的 只是我觉得不必太看重这些 你完全没有这些 完全不知道这些 也没有关系 我八月的时候到美国 到Colorado Spring 你看朋友 那里有好多的基督教机构 那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说 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栋房子 哇那栋房子好奇怪哦 那么后来有人为那个房子倒戈 他们就比较平安 那个房子 因为原来是一个毒贩 有很多的罪恶在其中 各位这些事听听就算了 能够不听也很好 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 我们的力气太有限了 这个世界太多美好奇妙的东西了 我建议不要花很多时间 看那个二流以下的东西 不要去花时间 多认识真神 多认识上帝 神在一切事上都掌管 邪恶的事也在神的手中 而神有美意 我照光又照暗 我失平安又降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以赛亚书重要 全本圣经都重要 以赛亚书有个好处 就是以赛亚书 把上帝和上帝的作为 很丰富的讲 包括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 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样讲 那么当神有一切的预备的时候 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 或在那与 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 泥土岂可对团众他的说 你做的是什么呢 所做之物 岂可说 你没有手呢 或在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在这里说 你不要对上帝抱怨 因为说真的 你的抱怨的话 也是出自上帝的感动 你何必呢 你不用抱怨 何必不用赞美感谢的心 表示你是一个被拣选 被上帝厚爱的 而不要用咒诅 愤怒的心表示你是被咒诅的 那这段我的结论是11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 当神预定计划了每件事的时候 懒惰的人的反应是 神都计划好了 预定好了 我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我实在始终不懂 为什么我们每次听到预定论 我们的结论都是 所以我要做一个懒人 或者讲再明白一点 每次听到预定论 不管是 特别是反对的人都会说 如果神都预定好了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各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逻辑 很多人还这样讲 神预定了一切 你怎么知道神预定你变成一个懒惰的人呢 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我做一个很勤快的人 大家 我听到很多人说 哎呦 我要考上好学校 如果神预定的话 已经预定我会考上好学校了 如果神预定我不考上好学校 我就不能考上好学校 我就不要读书了嘛 你怎么知道神预定你 因为不读书 所以考得很烂 所以就不能考上大学 你为什么不想 神预定我勤快的读书 然后让我因着勤快读书 考上好学校 为什么一想到预定的人都是 我就被预定成一个懒惰的人呢 怎么不想想你可以被神预定得很勤快呢 以赛亚受圣灵的感动就说这句话 将来的事你们可以求问我 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你注意那个小字 求我命定 原文作 神是这样说的 你可以吩咐上帝 叫他做将来这个事 那个事 我再说一次 对于未来的事 我们看不到 我们最多只能有某种程度的推测 合理的不合理的 如同预测气象一样 如同预测选举的结果一样 如同预测明天的股票一样 我们可以很科学理智的 做某种程度的预测 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做某种程度 诚实的预测的同时 我们也做某种程度的预备 就是我们不因为神预定了每件事 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 我们反倒神是一个聪明智慧 有计划的神 计划了一切 我们在他的恩典下 也做一些计划和应对 我们并不晓得会怎么样 但我们知道 真的交在神的手里 信靠他是美好的 在本来这个世界 神只有他直接自己管理的这个世界 但是在他在某一个时间 他开始了 这个世界上有魔鬼和不顺服的人 在背逆他 对这一群人 不认识他 背逆他的人 神也在掌管 不过神通常使用的 在掌管这个地上的国度 是不同的 该撒在掌管 秦始皇 汉武帝 明朝 清朝 每个朝代 每个年代 每个公司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 神为什么兴起这个衰弱另外一个 我们再次说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忠心良善 这时候真有双重的忠诚 我们对上帝是绝对的忠诚 我们对该撒有相对的忠诚 我们在这两个国度里面 我们对世界的权柄 是有相当的顺服 这个是现代的基督徒 非常不喜欢听的 但是我怎么看也觉得 我们很难从圣经里找到相反的例子 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的态度 要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在学校里 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很难想 很多的姐妹们 对于以夫所书讲到说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觉得非常痛苦 可是以夫所书第五章那里讲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实在给妻子的责任 太容易了 给丈夫责任太难了 因为主感动保罗这样说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而教会从来不太顺服基督的 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那就难了 基督向来是爱教会的 所以做丈夫的命令 他更难遵守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 我在这里主要提的是 宝贺在那里讲到了 几个关系 涵盖了一切 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然后就是工作上的关系了 这应该是家庭和工作 一切都涵盖了 工作的关系 他就从以福所书第六章第五节讲起 我读给各位听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 站紧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你肉身的主人 在写以福所书的时候 在今天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你肉身的主人 大概都不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和蔼可亲 和亲合理的 也不太多 我们的主管通常都很笨 很烂 很差劲 包括你的牧师 你们要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第七节 甘心侍奉 好像侍奉 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你们要听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 肉身的主人 不必加那个人子 你们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 也就是说 你服侍你的肉身的主人 要服侍 像服侍基督一样 基督徒在世界上 被这个世界的老板和主人 应该是有个看法 他们对我们基督徒 应该是又爱又恨 他应该爱我们 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真是中心耿耿 如果我解圣经 没有解错的话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造反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上帝 吩咐我们这样 只要你是主人 我们就听你的 你是世上之政掌权的 我们就听你的 我们听你的 不是为五斗米择腰 我们听你的 不是巴结你 我们拼你的 不是因为你万岁 你好 那都是假话 我们听你的是 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听你 我们听你的 我们效忠你 当你实在做了 很明显违反我们良心的事 我们不听 但是我们不会造反 你放心 我们不会造反 我们会逃 我们受不了会逃 我们会被 关起来 被你杀头 我们不会造反 如果一定要造反 或者一定要有行动的话 你也不要稀奇以后 你看以福所书第五章 第六章 讲到基督徒 活在世上的人事的关系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的印象就是 我们是一种奴隶的态度 对丈夫像个奴隶一样 对老板也像个奴隶一样 对父母也像奴隶一样 没出息 那我已经讲了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是自由人 刚刚好就是因为 我们自由我们这样做 而我们不但是自由人 我们还有一点 很少有人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是保罗说 我们做妻子的 要如何的顺服丈夫 做仆人的 要如何顺服主人 做儿女的 要如何顺服父母 这三个人际关系 讲完了以后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穿上全服军装 准备作战 就是保罗很聪明 智慧在上帝的感动之下 我们有顺服 但是我们也在对抗 我们也在作战 不过我们征战的兵器 是神所赐的全服军装 我们征战的兵器 是真理 是公义 是平安 是福音 我们征战的兵器 是善良 是爱 是圣灵的大能 是神的话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爱他 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很清楚一件事 我们在作战 因为他跟你一样 都不想听上帝的话 我们需要用上帝的力量 去胜过他 哎呀 可能讲的还不恰当 各位 你每天的征战 最长的 不休止的 一直到死为止的 你每天征战 最重要的对象 就是自己 我们不断地 要跟自己 那个老亚当 传下来的 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作战 求主帮助 你最大的敌人 真的不是魔鬼撒旦 那是敌人 你最大的敌人 是你心中的 那个老我 那个罪恶 那个不服上帝的心 求主怜悯 当神呼召了 亚伯拉罕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神在这个世界上 比较有计划的 好像要建立一个国度 就在亚伯拉罕以前 有个人得救的 有以诺 有亚伯 有这些与神同行的人 有很多赛特的后裔 有挪亚一家 但是 好像很困难 在创世纪 第六章以后 写到说 那个世代 人的堕落 越来越厉害 惹上帝的愤怒 以至于圣经 用了一个 不得不用的字眼 就是神后悔了 神后悔 要把人通通消灭 我们感谢主 神还为自己 留下了八个人 就是挪亚一家八口 当挪亚一家八口 从洪水中 得到拯救了 出来以后 哎呀 我们好难过啊 因为历史又重演了 挪亚一家八口里面 说出来以后 所产生的现象 跟以前 洪水以前一样 上帝把人灭掉了 只留下一家八口 一人 生下来的儿女 又堕落了 那么 散寒亚福里面 又有不同程度的堕落 好像 好像不知道 神是不是要再来 一次洪水一样 我们中国人 说一句话 天不生重泥 万与如常业 神不造亚伯拉罕 万古如常业 亚伯拉罕 被上帝呼召了 然后神说 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 我要给你一块地 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那块地 我们在圣经里会看到 那块地并不是那么重要 我很遗憾 很多的福音派基督徒 非常关心那个Holy Land 很多的基督徒 可能你们当中也有请原谅 对于川普宣告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非常的反对或者赞成 各位 其实不必太反对 也不必太赞成 地上的耶路撒冷 根本不是我们关心的 我大胆地这样说 我们关心的 如同西伯来书说的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但是神的确也用了 这些地上的东西 来培育 来养育天上的子民 就亚伯拉罕的子孙 很多人看中 以色列的未来 很多人看中 犹太人的未来 以色列地的那个未来 我猜各位当中 大概多半也跟 华人的福音派的基督徒一样 我们花很多力气 很关心耶路撒冷的未来 以色列的未来 犹太人的未来 犹太人太叫我们着迷了 有人很强烈的反对 有人很强烈的拥护 很多人非常关心 犹太人什么时候会全家都得救 然后主什么时候再来 很关心这些 我知道 我相信 因为很多的福音派 绝大多数的福音派 包括华人的 都关心这些事 对不起 我劝你不要关心 我劝你 这些事不重要 根据圣经 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些肉体的子孙 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各位 你是中国人 因为你父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因为你的血统是中国人 你的DNA是中国人 我们不去谈论太多国籍法 我们就是要尝试说 你是中国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英国人 因为你父母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的DNA决定了 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 我口才绝对不能跟犹太人辩论 但如果今天一个犹太人 一个99%以上的犹太人 都很正常的态度 就是他们讨厌我们基督徒 他觉得我们解释错了 我会跟他讲 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才是 他当然会很火大 各位 你也觉得很奇怪吗 我今天跟一个犹太人说 你不是真犹太人 我才是 你 各位你根据什么说 你不是犹太人 我根据圣经讲 我不根据新约圣经 因为他们不承认新约圣经 我根据旧约圣经 各位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 我们先不要说 我们最少知道有两个 一个以撒 一个以什玛利 亚伯拉罕用他生育的能力 生的孩子 是以什玛利 肉身生的 不是神的儿女 那亚伯拉罕的孩子 谁才是他的 凭应许生的 才是神的儿女 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的话 但是创世纪完全 神在亚伯拉罕 没有生育的能力 撒拉的 撒拉的经济已经断绝了 他们两个人身体都如同一死了 在他们不能生 科学上说不能生 肉体上说不能生的时候 他们因为 你们说得出这句话吗 这个字吗 他们因着性 就仍然能生 在罗马书第四章的话 他们因着性 那个身体如同一死的身体 他们就生了 凭应许生的 凭信心生的 凭神话生的 才是神的儿女 各位这一点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今天 你要对犹太人说 你对犹太人说 跟对每个人说都一样 你对一个牧师的儿子说也是一样 牧师的儿子不一定是上帝的儿女 神没有孙子的 你们听过这话吗 神只有儿女 每个人都要自己 因着神的话 因着性 从生得救 从肉身 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 生的就是灵 人如果不被灵 生 不能进生的国 从旧约圣经就开始了这件事情 从亚伯拉罕身上 你就开始这件事情 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在圣约之内的 一个不在圣约之内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有这种两个国度的观点 你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儿女 不一定真的是上帝的儿女 你必须信 你必须重生得救 今天也是一样 各位 你在教会长大 神拣选 为什么 在人间拣选的时候 我们拣选是因为 被选的东西优秀 你为什么选这个牌子的电脑 因为它好 物美价廉 你为什么选这件衣服 你为什么选这个学校 你为什么选它做牧师 你为什么选它做你丈夫 你选一切的东西 选的原因都是因为 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秀 你选它 上帝拣选你 不是你优秀 请你认清楚这一点 不要臭美了 神拣选你 不是因为你优秀 在生命纪第七章第七节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 多于国别名 意思就是 不是因为你优秀 那是什么 没有理由 又是我们在约伯纪 看到那个理由 无缘无故的 总之不是你好 拣选的教育里面 最清楚的 是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二章 我们通常读这篇经文的时候 就感觉到 这是一个很培灵的经文 很叫我们感动的经文 其实这不是很培灵的而已 这有很深的神学教育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神拣选了世上 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修贵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强壮的修贵 神也拣选了世上 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人 任何时候 你觉得 你有一些优秀 所以被神拣选 我看你一定是被弃绝的 如果你是被拣选 你会发现你并不优秀 总之 世界上的成就 肉体上的成就 也是神的工作 有价值 我们不否认 我们绝不否认 我们基督甚至在其中 有份参与 包括我们做这个工作 做那个工作 跟世界上的工作 我们有份这些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忠于 这些工作的老板 我们也希望做得好 但最重要的 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上帝 信靠我们的上帝 所以再一次 神的国 或者基督的国度 在主再来之前 是含在世界的国度中 人并不能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只有神看得出来 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有一个是属神的 有一个不是属神的 那么 亚伯拉罕的孙子也是这样 在罗马书第九章 保罗不仅说 以史玛利和以撒 凭着应许生的 才是神的儿女 不但如此 到以撒还有分叻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当然不止两个 他跟基督拉还生了六个 我们比较不熟悉 以撒也有两个儿子 以撒的两个儿子 是双胞胎 可能同胞双生 有相同的DNA 相同的基因 这两个上帝 拣选了一个 弃绝了一个 不但如此 当以撒的妻子怀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 在他肚子里打架 他很痛苦 就去问 上帝是怎么回事 上帝就说 你的父中 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将来大得要服事小得 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是说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旨因要显明 神又是拣选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呼 招呼人的主 我听到的 从小到达听到 以撒 以撒的这两个孩子 雅各和伊扫 神拣选了雅各 戏绝了伊扫 如同马拉基述说的 我听到的 牧师讲的时候 大概都太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也就是受人的智慧的影响 神拣选了雅各 因为雅各 还是有一些优点 神弃绝了伊扫 因为伊扫还是有一些 致命的缺点 这个话 完全直接的违反了 罗马书第九章讲的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人间拣选 完全是因为被选的东西 好或坏来拣选 神拣选 不是因为他拣选的对象 好坏 神拣选 是因为他要怎样就怎样 我不是因为你好 而拣选你 这叫我们谦卑一点 不过 我也要说 各位请不要吐血 神也不是因为 神不是因为雅各好 拣选了雅各 神也不是因为伊扫坏 弃绝了伊扫 就是看起来 神就是莫名其妙的 不是莫名其妙 神要我们在他面前 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 当然我们人该做的努力 仍然要努力 求主帮助 我说这些话 就是请各位记得 以色列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到雅各以后的十二个儿子 像话的更少了 有人乱文 跟父亲的妾同房 有人谋害自己的弟兄 各位以色列那十二个支派 那个组长 没有一个像样的 如同新以色列一样 旧以色列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新以色列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也可以跟旧以色列比一比 新以色列里面 有一个是卖了耶稣的 有那最伟大的是不认耶稣的 三次不认的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神的恩典托出一切 人的能力 人的成就都算不了什么 以色列后来到了埃及 以色列后来出了埃及 你在民宿街也可以看到 这群百姓 是什么样的百姓 上帝的百姓 是什么样的百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说 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 多半多到什么程度 多半多到什么程度 他们是神不喜悦的人 一十章 多到他们六十万的成年男子 只有两个是神喜悦的人 加勒和约束亚 神喜悦的以色列人 就只有两个人 其他的都成了顽恳不化的 只有两个人 各位你要怎么得神的喜悦 这么难啊 六十万分之二 那我们今天这里有几个人 是神喜悦的 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 我们要有多大的优秀 来讨神的喜悦 我们要多属灵 多爱主 多圣洁 来讨神的喜悦 你要多好 各位你应该知道 你怎么讨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的行为 你的血统再好 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最讨神喜悦的 就是信他 信他的话 我也有一个经验 大概二十年前 有一次的退休会 我在最后一天晚上 到讲完最后一堂道具 大概八点半了 讲完了以后 有一些 有一些姐妹跟我讲 康姆斯 我们家的丈夫 只欠灵门一脚了 很接近了 还欠灵门一脚 今天晚上 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把他们都集合起来 你给他们再勉励一下 一脚把他们踢进去 好不好 我说好 我说不过呢 很多人找我讲话 我说等我都都谈完了 到你们家里 他说好 我们通通都会集合 我说但是会很晚 他说好 没有关系 多晚我们都等你 我说好 多晚我都会过来 那么我最后一个谐谈完了 大概两点钟 两点钟谈完了 从我的小木屋 我就出来 要到他的小木屋去 我这个人路痴 在那里绕了半小时 没绕到 我就只好回到自己小木屋 一回去 电话响了 康姆斯你来不来 我说我来 但我找不到地方 然后他们就再指示了一下 我就到了那个地方 我们谈到三点多钟 很多人信了 感谢主 但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就是 听说到 差不多两点半的时候 他们说这么晚了 牧师还没来 大概不会来了 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 他说 不要走不要走 他说 我从小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 虽然我不信 我在教会环境中长大 他说 我知道一件事 牧师说话一定算数的 他说今天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我们等 我听了 一方面当然很高兴 哇 居然牧师的话这么棒啊 牧师说就一定会实现 他一定会来 另外一方面他很惭愧嘛 因为我没有来 后来还是打电话才去的 马丁路德说 你叫上帝高兴 有一件事叫上帝最高兴 就是你信他的话 你要讨神的喜悦 历世历代 真正是神的儿女 只有一种人 就是信靠上帝的 跟亚伯拉安的血统没有关系 到以色列后来立国了 就是在西乃山下跟神立约了 他们当中仍然多半不是神喜悦的 不是属神国度的 各位你受洗了 各位你是教会的名册上的一份子了 你是牧师了 你被案例了 都不等于你是神的儿女 都不等于你上天 死后上天堂 都不等于你重生得救了 你要重生得救 你要是神的儿女 只有一个你要信他 你信吗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的字眼 confession 你承认 你承认他是上帝吗 这有的时候就稍稍多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们在巴黎的教会 我们在台湾 我们信友堂 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也都有 在主日崇拜有这个confession 很短的时间 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只是心里如意 就是念使徒信经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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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什么 当然念使徒信经不能保证你得救 你要信耶稣才行 但是希望那样的念 有一个意思就是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得救 这是真正神的儿女 从旧约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肉体血气文明的成就 不是不重要 请各位 不是不重要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 真的神的儿女 不是因为你的血统 不是因为你在圣地 是因为你信 你信上帝 而当你信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感谢主 这么稀奇 我们信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可以在 任何一个国度里服侍他 但一里 就在巴比伦这个国度服侍他 是很艰难 可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也要说 当你在 法国 你在美国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未必能够避免那些艰难 有一些国家 基督教的气氛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非常好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在美国南方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感恩 神在那块土地上 实在做了很多的事 让我觉得很羡慕 也很感恩 但是我也要再说 美国不是神的国家 这个世界上 以色列不是神国 美国不是神国 清教徒不是神国 他们有的人 有的时间 对于神 是比较更多的顺服信靠 神的手在他们身上 显出来了更多 这是值得羡慕的 但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是神的国 任何一个地方 神都掌权 任何一个地方 神都在那里 而那个地方的人 如果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渴慕神 相信神 任性 他有福了 那么因此当 在但以理 在巴比伦这个国家 即使我们那天讲了 他的名字都变成 异教的神的名字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在那里 服侍上帝 而且他仍然在那里 可以服侍巴比伦王 他学了巴比伦的这些东西 我那天有讲 我就再清楚地讲 我们绝对不要接触 紫微斗数 算命 看相 这些东西 不要接触它 可是巴比伦的确有很多 这些东西 而但以理也接触了 就如同我们没有办法 不接触到这个世界上 你在中国读书 你一定会接触到无神论 你在美国读书 一定会接触到进化论 我们希望能够在碰到这些事的时候 能够分辨 持守我们的信仰 而且更加坚定 我们不可能不沾到这些东西的 求主给我们自由 但以理在这个环境中 他有一个心智 他一定要做一个属主的人 他的心智就是 一开始表达的就是 不吃这些东西 王的善 我们可以吃 但我们不可以没有这种心智 我们要有这种心智 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智 不让任何东西 玷污我们专心的爱主 信靠主 那你是真正自由的人 真正自由的人 的确你可能 神给你一个宽大的路 你比所有人的智慧 聪明都更好 在巴黎大学毕业了以后 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去会考 然后你们的聪明智慧 比巴黎大学通校的教授 都胜过十倍 感谢主 然后就要碰到困难了 我们都有困难 都有极大的困难 但你碰到好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 非常刺激 我们必须下一堂再讲 我们要跟 天父我们求主 引导我们 主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现在还不是在天国中 做你的儿女 我们现在在世界的国度中 做你的儿女 我们现在在无声论的国家 相信进化论的国家 认为同性恋是合理合情合法的国家 和文化里面 做你儿女 主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被拯选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你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听到了你的呼召 我们就离开我们自己的本地本族富家 往你要我们得违约的地方去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你的教会里 就是在你的教会里 不但我们得 你给我们的永生为业 给我们的丰富的天国为业 我们也在这个为业里面 跟其他同德基业的弟兄姐妹 互为肢体 彼此相爱 学习成长 互相服侍 我们感谢赞美 主我们实在长得不好 我们实在常常相咬相吞 我们实在常常嫉妒不纷争 我们实在常常不圣洁 我们实在有的时候 像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说 这样的事连外邦人都没有 主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罪恶 除了叫我们羞愧以外 我们的罪恶也居然有一个 很奇妙的好结果 就是我们经历到 你的慈爱怜悯赦免 忍耐宽容 是何等的大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你的赦免 拯救更新献上感恩 求主让我们为此喜乐 但是也让我们过更圣洁的生活 谢谢主 我们认识你 何等有福 不认识你的人 何等可怜 主我们求主帮助 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 或者法国人 他们接待我们来这里 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也都因此感恩 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 基督的荣光见证出来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